养老金上涨消息在3月份已经敲定 现在进入到4月份 按照惯例 养老金调整通知也即将跟我们见面 比如说2018年和2019年在3月发布 2020年和2021年在4月份发布 2022年推迟到了5月发布 从概率来看 3、4月份公布的可能性更大 现在3月份既然没有公布 4月份就很大可能会公布 而由于4月29日就进入五一小长假了 那么在此以前很有可能公布调整通知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与此同时 退休人员也普遍关注 今年的养老金涨幅能有多少 会比去年高一些吗 我们先来看看网友们认为 今年养老金上涨幅度会不低于去年 大于等于4%的理由 一、养老金上涨幅度已经多年下调 去年只有4% 还不如当年养老金激发基数的涨幅高 二、财政部等部门已经明确 2023年不会在民生支出上退步 将继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 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紧 三、企业退休人员 人均养老金虽然达到3100元左右 但是很多人的养老金水平 也就是一两千块钱 养老金涨幅过低 不利于提升养老保障 四、社保家底比较雄厚 2022年社保基金收入7.1万亿元 相比去年有所增加 当期收入高于支出 参保人数也增加了2430万 社保整体运行稳健 而目前认为 今年养老金涨幅会低于4% 小于4%的理由主要是这么几条 一、2022年GDP增长3%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增长2.9% CPI涨幅2% 都是低于3% 没有出现大幅上扬 二、人口老龄化加快 2022年在人口出现了 近61年来首次负增长的情况下 老年人口反而增加了1000多万 三、从历年的养老金涨幅情况来看 养老金调整已经处于下降通道 在调整惯性下 今年预计也很难超过去年水平 四、专家表示 未来养老金上涨的幅度 预计很难再有大幅提高 基于以上两个观点 大家觉得哪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今年的养老金涨幅是大于等于4% 还是小于4% 个人认为 无论从数据层面 还是从过去的调整情况 以及人口老龄化加快的背景下 社保基金面临一定的支付压力 养老金很难实现较大涨幅 而今年的养老金涨幅保持在3.5% 至4%之间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一些 当然 无论涨幅多少 具体到个人来说 有的人实际涨幅会更大 而有的人会更少一些 假设今年涨幅3.5% 有的退休人员 比如养老金水平偏低的人员等等 由于基数低 养老金涨幅可能达到5%以上 而有的人由于养老金基数高 涨幅可能会低于3% 综上所述 按照惯例 4月份公布养老金调整通知的可能性比较大 由于4月29日就进入到五一小长假 如果4月份公布的话 那么在4月29日之前就会有正式的通知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至于今年涨幅方面 由于养老金上涨处于下降通道 加上公布的数据情况 今年涨幅很有可能在3.5%至4%之间 7月9月9日即将牧